一本万例 终身学习 秒传智慧 顿悟人生 请给我七分钟 让我为你精读一本书 并找出三个学习重点 外加可能影响一生的一句话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颜长川 你们可以叫阿姨 或者是智慧老人 这是我们2021年读诗第一计划第48次的播出 我们这个礼拜所选的书目叫做第三波 这个是未来三部曲的第二本书 谈波浪在当今很容易被误解为投资股市的理论 但是托福乐于40年前就用波浪来谈未来 那波当然指的是变动的状态 尤其是持续变动 一波接一波这样的状态 未来当然就是代表文明的改变 变革随时在加速中 在不知不觉中 未来以来 所以要分析未来的话 先要从几个假设开始 所有的事物都持续变化 且相互关联 并发生无限的影响 未来可分为三种 一种是可能的 另外一种是可信的 还有第三种是希望的未来 人类历史文明也可以分为三类 农业的 工业的 跟电脑的 创在财富体系 刚好也有三个因素 土地 资本 跟知识 那要缩短贫富差跡 教育是唯一的良方 而知识是最宝贵的资产 我们这本书的作者 当然是鼎鼎有名的 Aaron Toffler 上个礼拜也介绍过 他在1970年出版的《未来的震荡》 竟卖超过一千五百万册 所以奠定他未来写大师的地位 经过十年后 在1980年又出版的这一本《第三波》 他着重是方向大于速度 偏重结构大于构成 所以两本是刚好可以互补 我们从Toffler的身上 可以学到以下这三个观念 第一 浪潮的冲击 因为作者是用浪潮的概念 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大边迁 那每一次新浪潮 都会前面扫荡跟埋葬 前一次浪潮所产生的技术 社会结构跟道德观念 所以颇有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使在沙滩上的感受 第二个是他行匪各地演讲 作者大概走过自由开发之地 探视共产跟第三世界 还有跟政府领导人会面 跟企业座谈 透过书籍影响个人 观察不醉 活动力旺盛 全身金光闪闪 成为第三波的代言人 这一本书见仁见智 有一些国家把它列为禁书 有一些国家惯为宣传 比如说 沙滩地阿拉伯 就曾经对第三波这本书下禁制令 波兰政府曾经删除其中的四个章节 中国也曾以思想污染为由禁止出版 但是赵紫阳跟托福乐会面之后 不但解禁 而且要求所有中共的领导人 都要惊演第三波的理论 以上这三个观念 希望能够协制大家对托福乐 更进一步的认识 这一本书是1994年六月出版的中文版 作者献给那些认为 人类的故事不仅没有结束 而且才刚刚开始的人 作者把人类历史归纳为三次浪潮 也就是农业文明 工业文明跟电脑文明 那由于新技术的出现 发展中国家可以重新 跟发达国家 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我想这是最大的一个启示 发展中国家不要妄自悔薄 趁着地上坡赶快 迎头赶上 OK 我整本书读了之后 大概找出以下这三个重点 大家共同来学习 第一个是农业文明 那在第一波前 多数人 生活在迁徙的小团体中 是以游牧 宜牧 放牧为主 那一万年前的某一时刻 农业革命开始了 整个世界形成了村庄 部落 耕地 还有生活方式 第二个重点是工业文明 十七世纪末 工业革命在欧洲爆发 改造了欧洲 北美跟其他地方的生活 很多农业国家努力兴建 钢铁厂 汽车厂 纺织厂 铁路 跟食品工厂 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内 达到顶峰 第三个重点是电脑文明 1955年的历史转捩点出现在美国 在此后的十年内 白领跟服务业工人 多以蓝领工人 电脑 商用噴射机 避印药等发明 蜂蜜一时 然后在不同时期降临其他国家 再慢慢感受到各种政治跟社会冲突 所以未来之波 也许是第四或第五波 可能大多掌握在作家 艺术家跟新闻从业员的手中 OK 以上这三点是我们这一本书的主要的内容 第三波的出现 绝非必然 当试图探究未来时 必须了解未来的可能性是多元的 没有单一的解答 明日世界也绝对不会是今天的复制 因为任何趋势 不管多么强劲 都不会永远成一直线 当期限达到顶点之后 就会爆发出新走势 改变方向 停止再出发 所以人美应该密切注意这些矛盾 冲突 转变跟突变 因为其中潜藏着诸多的惊奇 作者从一波一波的浪潮出几中 逐渐懂得正确的问题 比错误问题的正确答案更重要 OK 以上是我们这一周的主要的内容 如果要我融收成一句话送给大家 那就是提供答案之计 也能提出许多新鲜的正确的问题 OK 再见 拜拜